風打 雨打 太陽打 是地 在這種下雨天當中 農民們還必須要下田工作 而我身為農民之友 當然也必須跟他們下來 但其實我是因為擋棋牆碰巧不掉 沒事… 我是農民之友… 農民之友還真的不好當 來雲林造訪吳大哥 下起間接性大雨 雨大到10秒鐘全身吃 天氣不穩 天氣不穩 但吳大哥到菜園的第一件事 不是穿雨衣 而是忙著巡視田裡的青江菜 小白菜 看看他們有沒有受傷 下雨天還要下田 真的是很辛苦 吳大哥這個往事 對於下雨天來講 有沒有什麼樣的作用 比較不會直接打下來 這菜就壞掉了 還有黃蚊蟲比較少 光線才比較不會那麼強 菜比較細 多虧往事的保護 沒讓雨水傷到菜葉 吳大哥才能安心的接待我們 看我如何破壞 是如何收割小白菜 你說割這樣子先把它攤開 攤開 然後這樣 攤開前面去 攤開割這樣 割它的筋喔 對 筋給它割掉 這樣就可以了 對 割小白菜簡單 要注意的是 記得把不好的葉子去除 否則影響賣相 這樣這個葉子就有問題了 這樣就有問題 去市場馬上就晃 就馬上就晃掉了 是喔 好 割菜還有這種交產樂 小白菜採下後 產地立刻配種綑綁 大小顆要配 大小顆要配 因為大小顆要配 才不會小顆 全部小顆哥的手 難道太大把了 那我這樣算是平均嗎 還好 還好 還沒被打槍 吳大哥家的小白菜 一把是250公克賣出去 現在我要挑戰 到底我們能不能 把這個重量做得非常精準 不能讓它虧 250 這樣差不多了 感覺差不多了嗎 這樣 吳大哥這樣多重 300多吧 300多 這樣賣出去會不會 會不會快 不會啦 吳大哥說多給沒關係 一定不能少給消費者 換到隔壁 青江菜的採割和小白菜差不多 要依著這個上面 兩個葉子割掉 割起來才會最漂亮 最到位 如果再往上面一點 漂亮的葉子就會脫落 那你們這100以下 秤多重啊 一樣250 吳大哥你說我這樣100多少 大概200 320 沒有那麼重 好 200 280 我不用了啦 這樣就好了 這樣多少 310 310 你漂亮喔 吳大哥種菜不是種假的 他的菜園一年365天都有菜 為了讓自家菜品質提升 吳大哥開始走產銷履歷 也就是播種 用藥 採收 都有紀錄 讓消費者安心 硬體上 蓋網式建立灑水系統 讓種菜環境更好 平常在外面那些菜農有沒有 也沒有這種灑水設備 可能用水溝水這樣浇 看治療者之間有什麼差別 因為如果下一天才有辦法 控制水量 農夫靠天吃飯 吳大哥也不例外 只是他多用點心 拉長老天給他的友善條件